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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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这次离婚是 不好意思 就是第二次婚姻 这第二次婚姻就是维持了七年 你们对这个两段婚姻介意吗 这个倒不介意 有一点 有点介意 您觉得呢 这肯定有 最近有问题 不太好说 因为离婚的原因也不是 也不是说单方面的原因 不是说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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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的 就是一方面的事吧 就是什么原因都有 比如性格问题啊 和那个价值观问题啊 然后这些都有 这样 我来问问 你的这个好朋友哈 她非常坎坷 然后就是第一次婚姻的时候 我是她的姐姐比大好多岁 起码六岁 是单位同事啊 她第一次还没离婚的时候 您就认识了 认识 认识我们俩一直 她来医院的时候 我也在医院工作 在来医院的时候 应该挺漂亮的 我就喜欢和漂亮的像你这样 小姑娘在一起 感觉到很好 挺舒服 她第二次婚姻 我认为不叫婚姻 就是一个瞎胡凑合 当她走进第二次婚姻之前 我真是口口婆心的 说了不止一次两次在劝她 我哄想 这个真的不适合你 她就是满怀一颗激情 她说就是很 怎么说呢 她想用她真情来感化对方 然后呢 感化她 那你的意思说 在婚姻之前 就发现这个人有点问题 有问题 不是一点的问题没有 非常有问题 她喜欢什么呀 喝酒 然后喜欢那些闹事 但是不应该在这个大厅馆中 那样说啊 可能自己的爱好和个性不一样 但是呢 我说过她多少次 我哄想她这个婚姻 真的不适合你 她每次从我办公室走的时候 都是哭得稀的滑拉 然后我也陪着她哭 不止一次两次 这次来选择 是我替她说的 哄想她放弃这段婚姻 一定要走出去 幸福大家的 人都可以拥有的 但问题是 你看在这之前 您劝她不让她结 真结了之后呢 真不行 她伤害太大了 比方说吧 待她生病的时候 特别需要她 客户的时候 家庭需要她的时候 她那时候已经是 醉的已经是 怎么说啊 红霞 不行人 不行人 她是喝多了以后 就睡觉 她发泄在那 然后倒是 对她的伤害 我没见过她 会对你动手吗 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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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喝点酒 旁边来了聚集会 那也不是问题 就是不能喝多了 喝酒你不能 给空了 少喝 不能天天喝 偶尔都喝一杯 有一次见到了 我特别伤心 特别气愤 我想我这人很正直 您当时见到什么了 我见到她们俩在一起 我想过去跟她交涉一下 就是跟她谈谈 她跟我回避 躲开这不行 后来我也挺尴尬的 再一个我怕的机会 她肯定了解你 肯定觉得你肯定 就会上去跟她聊的 我肯定要跟她理论一下的 因为这个 每天我们都不同一下 第二个 我们单位领导也是 掌握好几次说 真的不行 跟她说一行 大家都说了 都不行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她行 这事我问了 好 谢谢 你别着急 如果说一个朋友的意见 可能还比较偏颇 我看来是当时周围的同事 朋友 领导 都给您提过醒 我当时看到的 可能就是说优点吧 我的人可能往往也是这样 就是看到一个人 就是优点 可能那会儿也是 三十几岁吧 可能由于恋爱吧 可能是你人的头脑不太清醒 就是那会儿也是 把优点无限扩大化 然后一些什么 九号的这些行为 就觉得 我就觉得年龄越来越大了 可能就会收敛一些 会改变的 会改变吧 我是这么显 你是觉得你是可以改变她的 当时有这想法 我就觉得尤其她那会儿 对我 那女人都会觉得爱情可以推动地球的 我那会儿还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 她可能对我来说感情也还行吧 觉得我这人就是也不错 我就觉得她可能会 由于这个方面原因 也可能自己会收敛一些 可是没想到就是最后还是 所以这次找咱们是坚决不能找那爱喝酒的了是吧 肯定的 那咱先问问吧 今天来了三位男士 我还真不知道 在喝酒这事上 他们行不行 来我问问 一号 二号 三号 一号先生 你好 你好 你看 故事讲到这儿 这个我们女嘉宾提要求了 虽然这个看人呢总是看到优点 但是喝酒这事儿 咱以后是坚决不能要了哈 尤其喝大酒肯定是不行 您能喝点吧 喝一点 喝二锅头 小二 几瓶 啤酒 一瓶 啤酒 能喝几瓶啊 喝一瓶 一瓶 就倒了 那倒不是 这酒量不怎么样 关键是喝完了酒是什么样啊 二号 我问您 二号 小样你好 喝酒应该没问题吧 我喝就不行 天生不能喝 喝酒就是串皮 皮的身上挺红 不是 您到底是能喝还是不能喝 不能喝啊 天天不能喝 您怎么知道这天天 不是 天生都不能喝 哦 天生都不能喝 哦 那喝还是喝过的是吧 喝就是朋友来了 少量喝一点 一杯倒 不 就半瓶啤酒 一瓶啤酒最多了 我发现 一年喝不了两回 这酒量能看出 喜欢我们一号女嘉宾的程度 喝的越少了就越喜欢你了 那你要真喝多了 就本来半瓶的量 喝了一瓶以后 你会怎么样啊 喝一瓶啤酒我没事 我一喝多了自己就知道 哦 就从来没喝醉过 对 从来没喝多了 哦 这理就行 三号呢 小燕你好 我 有过那个喝醉的经历吗 有啊 哎呦 这个 能喝两三瓶 喝两三瓶 啤酒 啤酒 是啤的还是白的 啤酒 啤酒啊 那两三瓶就倒下睡了 差不多 哦 差不多 哈哈哈哈 快看看这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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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朋友在底下紧着白手 不是 其实我还没完全介绍前 他持家过日子真是特别好 他做饭特好吃 因为我不会做 他家在我们院住 经常到那去吃炖肉烙饼 特别好吃 有兴趣请几位老师去 那刚才这三号 不行 我没见到他 我总觉得语言沟通就有点困难 我比较直啊 对不起 你的意思是 他是不是喝大的了 不是 把他也喝成这样 我不知道昨天晚上这位先生喝没有 伤你了 我说要伤你 对不起 三号 昨天晚上喝了吗 没有啊 那怎么这样说话呀 会好好说吗 我年前得了一回病 哦 那对不起 你多保重 对不起 谢谢您 哈哈 这也确定一下哈 不是因为喝大了 是因为这个身体的原因 但您这么说话吧 大家有点顾虑 您先说说吧 我年前 我年前得了一回中风 哦 说不了话 是哪中风啊 就嘴啊 嘴 对 哦 只是嘴中风 给这声带 声带中风啊 对 现在 打点击好多了 那别的地儿有问题吗 别的地儿没问题 手脚都没事 哦 跑步 爬高都没事 哦 就这个叫声带中风啊 对 哎 您是医生啊 他那个中风可能那个部位不一样 嗯 然后中风就是中医的时候中风 西医可能就是说属于那种酸塞吧 嗯 它堵的部位不一样 压迫的部位不一样 所以最终导致了你的肢体 可能是哪部分 它这样有声带 这个会影响大吗 嗯 这个 酸塞可能是有一定的后遗症 但是不一定都有 也不一定说轻重 程度也不一样 嗯 所以我不是特专业啊 但是我理解就是这样 但它只是中风在声带也挺特别的 就好像是这个 好像喝酒喝多了似的 但是确认啊 是因为人家年前有一点小毛病 生病了 而中风正好重在就声带上 所以说话可能就有点不利落 并不是喝酒喝的啊 这点再跟电视机前的朋友也 也确认一下 我们这电影能好 能好是吧 嗯 你们谁电影比较喜欢的第一一下 我这个比较喜欢 身条 我这个长相 身条就觉得挺好的 是吧 但你还有这么多啊 我不知道三点专家 对我们一号女嘉宾的印象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女嘉宾 还是这种性情重人 是吧 然后她对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 所以她在第二次婚姻的时候呢 可能很多人都说不行不行 但她对自己还是自信的 希望用自己的这种能力 能够感化对方 然后让两个人能够朝着一个方向去走 对 所以我是觉得她的这种积极乐观 那种生活太多了 其实对未来的生活 我还是比较看好的 我其实对您那个朋友啊 特别感兴趣 这大姐 我特怕有您这么一朋友 我感觉您已经不像她的朋友 甚至像她父母那种感觉 就是她这个认识这个第二个男朋友的时候 我们全都反对 这人绝对不行 我们就说她不行 你就不能跟她在一块 不知道她为什么 就像是父母对孩子操心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然后不止一次两次提示她 因为我感觉 张老师 因为你也是读那么多书的人 必须有共同的经历和阅历 然后才能走到一起 什么叫沟通 什么叫欣赏 她没那么清楚 她在选择另一段婚姻的 第二段婚姻的时候 她一定是谨慎的 不像您想象中 或者您观察到中的那种 她对自己不负责任 随便去找一个人 那个男人身上一定有她想到的东西 我们不了解她的第一段婚姻 我相信她第二任前夫 现在应该叫 一定跟她第一任前夫 有着某种非常不相同的东西 所以才会吸引到她 我不知道 大姐您方便说一下 您第一段婚姻 我就是属于那种 你刚才那个庄导说 那位大姐就挺强势的 其实我某些方面 我们俩挺像的 跟她说话方式有时候差不多 就是在第一次婚姻的时候 可能有这种方式 可能某些方面 给她造这些很大的压力 人 其实是挺好的一个人 由于她可能就是说 跟我有一定的差距吧 对她来说压力挺大的 她条件不如您好是吧 就是 就是个人条件吧 包括一些职业什么的 都会是有压力很大 然后可能最终导致 因为我又 原来也不会说 像个那个 小媳妇那样的 然后会那个 就是对她安慰呀 或者是羽扬上的一些安慰呀 然后欣赏这些话 我是很少 也不是没有很少 尤其是有些 有矛盾的时候呢 说一些话可能更气 所以就造成这个结果 就是说 就是说懂的方便是这方向吧 你看我前妻就是 什么事都得听她了 你不听她就不讲了 她的话就继续是真理 我觉得没有什么 好 然后就是不是 特别爱拿主意的迷人前夫 好 再见 我来帮您分析 刚才这个大姐说的话 第一 我认为她在第一段婚姻当中 男方比较弱 我不知道您了解不了解 我了解 好 第一段的婚姻中 男方比较弱 她自己比较强 所以她觉得 她第一段婚姻的离婚 有我们不知道的原因 但她今天总结的原因 是由于自己过于强势 那么她会觉得 我的强势 我是这样的人 所以导致了我的婚姻的不幸 她在第二段婚姻中 我们可以注意到 那个男人 其实是一个较为强势的男人 喝酒 喝酒 脾气很大 她为什么会要找这个人 没有人理解 她想找一个 比我更强的男人 押住我 这样我的婚姻就稳定了 她有这种感觉 她有这种错觉 她总结出上一段婚姻的问题 是我的强势 使对方受不了 而这次我找一个男的押住我 那我的婚姻就可以 踏踏实实摆头到牢了 没有人理解她这个想法 甚至她自己都没有 往这个方向去想 但是她有一种感觉 是潜意识的 潜意识的一种感觉 如果我们更早的 您真正作为她的朋友 不是说你这个不行 千万不能嫁给她 不是往这个方向去 说 比如说我理解你 其实你觉得 上一段婚姻中 是由于你的强势造成 你婚姻没有保住 你想找一个男人押住你 你觉得婚姻就能稳定了 其实不是的 那个男人很强势 就是在婚姻中 两个人都很强势 不容易 不容易 你不容易 是 自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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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下一段婚姻来临的时候 真正看清楚男人他是 有没有一定的强势的基础 这个是需要基础的 不能说他想象中 我是一个强势的样子 然后把你给骗了 然后这个婚姻是没有办法持久的 对 擦亮眼睛 好 谢谢 男嘉宾可能有那么多建议 但我特别担心你不会越听越糊涂吧 也不会 那你告诉我到底咱想找什么样呢 他比如在事业上强势 我可能在生活中 或者是说我沟通更强势 或者他在外边强势 我在家庭更强势 我理解是这样 咱们想的再多都不如行动 我把一号男嘉宾给请上来 然后您看看 先跟他交流交流 行 好的 有没有这种基础 好不好 来咱们掌声把一号男嘉宾请上来 你好 你好 欢迎你 你好 你好 黄老师 一号男是林建明 48岁北京人 婚姻状况离异 职业公司法人 关键词 事业有成有责任心 面对客户潇洒自信 面对女士 腼腆害羞 您真的挺显年轻的 是吗 北京人 我心里比较年轻 你觉得你心里年龄有多大 18吧 比较幼稚 差的有点多 差了30年 感情方面比较幼稚 我觉得挺帅的 就是个子有点低 因为我的个儿高 公司法人 现在还是公司法人呢 是做什么公司 哪个行业 装上材料 装饰材料 现在生意好做吗 还行 还可以 自己当老板 所以自己要 这个单的事就特别多 是吧 对 压力比较大 现在公司规模有多大 还行吧 十几个人 刚才你看 没见你的时候 那个张老师就说了 说一个是特别谨慎的人 没有吧 还好吧 这做生意不太 合同签起来要仔细点 对 按理说你们做生意啊 这种就跟销售都有关系啊 那见人说话什么的 那不应该是没问题的呀 我一般是见到漂亮的女士 就什么有点紧张 分什么场合吧 而且是碰到漂亮的 你喜欢的就更紧张 对 太好了 有戏 对 有戏 应该是有戏 高兴 我觉得 这个女士也挺大气的 你看就不是那种小家子气的 然后 也挺 想找一个强人 觉得这男士是法人 应该是 不错的呀 台下那位亲友团 好像有话要说 我觉得是不是您能听听 他亲友的意见 会对您有一些参考 好吧 这位男士你好 你好 我不管你什么情况 挺不紧张 紧张很应该的 但是我希望你放松 看我妹妹漂亮吗 漂亮 是吧 一表人才 我希望你尊重考虑 把她点回家呢 你肯定很幸福 这是真的 张老师我现在不藏着 我干什么 我干啊 我现在想让我坐这 您的第一句话 先让我不管你怎么样 我都告诉你 我这妹妹怎么怎么能让 这妹妹挺好 但她有这姐 我有点怕了 我要记得 她这姐得弄错 这你放心 那我放温柔一点 这个大姐啊 真的是一个特别难得的 那种性格 特别直爽 然后她说话呀 往往说完了之后 没想 想完了之后再说 然后再错 她怎么回事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大姐我见过 她来我们办公室的时候 陪着这个林女士一块来 然后她进来之后 她本来给这个林女士来报名的 然后一进来看着我们办公室的一小男孩 他觉得特好 说这给我们家闺女留着吧 然后小男孩又很不好意思 我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然后说 我们就赶紧说 人家有女朋友 有女朋友也不怕 可以敲过来吗 然后紧接着我们办公室的人全乐了 为什么 我们那个小男孩 女朋友 也是我们几个工作人员 就在边上炸 然后这大姐马上就给人道歉 就她说话 其实她都是好些 而且特别直率 所以谈谎谎 大姐其实我 真的我觉得 就您的性格特别好 但是在您那个朋友 相亲的过程当中 咱几年慎兴 咱几年慎兴 话里话外 我还听出来 对这个先生很满意的 对吧 这亲友团 你觉得她不够吗 对 那就有气 他们俩有气 他们俩差不多 媳妇一人一份 对不对 他们俩合适 完了就他们俩 大姐已经看上你了 觉得行 你对我们一号女嘉宾的印象呢 挺好的 好到什么程度 给打个分呗 一百分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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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观察室里还有两位女嘉宾呢 我给问问 二号 你好 你好 我们在场上聊得挺热闹的 我在看着呢 但是这个一号男嘉宾特别紧张 像这种情况 你就会给减分吗 不减分 不减分 还不减分 还不减分呢 加分 不减分 还加分 还加分 你怎么就喜欢这紧张呢 不是 因为在那个 谁都有这个的时候 谁都有这种情况 那你透过他的紧张 看出什么来了 觉得这人 我看出他那个 挺挺不那个 像现在社会那男人 挺随便的 不随便的人 就是挺不随便的人 挺好的 挺不随便的 挺好的 那但是你看一号女嘉宾的 这个亲友团 都已经开始劝说了 让我们一号林先生 跟着去他们那儿 那就以实力来争一把吧 是这样的 组织人 你听到这二号在说什么 二号说的什么 二号说什么 组织人 你好 我是三号 三号你好 你好 刚才我说一号先生 和一号女士很搭 然后二号女士 已经和我急了 刚才听过 听出来了 这二号说了 要跟一号展开公平竞争 但我不知道 他在说这话的时候 你们注意到没有 这林先生有一个动作 看一号啊 在那儿站的时间长了 心疼了 赶快拉着 说快你坐快坐快坐 别累着 这比较新鲜 二号 二号打算上场了 这就上场了 我跟他竞争 你要竞争啊 但你刚才看这样一个细节 你不会觉得心里有点酸酸呢 我是酸酸的 但是爱情是自私的 你知道他多高 一米六八个头 你在意吗 这个身高我不太在意 你多高啊 我一米六三到一米六四吧 哦这样呢 现在不紧张了哈 突然发现自己行情很好啊 没有没有 有压力吗 没压力 这样的压力 是吧 对 他先气 他大点优势 对吧 有危机感啊 有危机感吧 不过相互之间找的更最合适自己的 这是最重要 嗯 那你觉得林先生会合适您吗 嗯 应该是一个很稳重的人吧 这方面比较合适吧 你看刚才你在那儿站着 他心疼的赶快说 哎你坐下吧 把椅子给你拉过来 怕你累着 嗯 那一刻心里会有点小温暖 就有点挺温暖的 是 是吧 就说这某些小方面就挺会关心人的 感到挺欣慰的 是吧 多好 这女人最希望有一个男人呵护着 是 我觉得我跟她挺搭调的 PK嘛 竞争一下 那如果人家这个姐姐他俩行 就行呗 但二号没见 你就已经把一号给了一百分了 那你的意思 就是一号了 我想问您几个问题 可以说吧 您那个有小孩吗 有 我小孩十九上大 完了 没有 不是好几个问题吗 那个 如果可能的话 您 想不想再要一个 还想再要个孩子是吧 有点难度这年龄了 还有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是吧 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吗 对 打扰一下 打扰一下 你问他有没有孩子 国家法律 多长子女啊 双方都有不可以的 你感情一激动 你就忘了这句关键词 刚好是不是不叫强势吧 这个问题 大姐 这事过两个人再说来得及 但是我怕 机会给二号拿走怎么办 急死我了 我的汗都丑合别气 是啊 我特喜欢你那性格的 他喜欢你 他咱俩留个影 大姐 听着没有啊 你这简单都急了 万一就被二号抢走了 怎么办 就是你有没有孩子啊 我有 有孩子为什么还要想 想要第二胎啊 但是孩子跟他妈 都一样 跟他妈也是你的孩子 是男还是女孩 女孩 或是他上面 读书的吗 大学了 大学几年级 大一 那还行 因为他的孩子 在天津医科大学 读医学 哎呀 这个 在要不要生孩子的问题上 我觉得这事也是 可以回头探讨的 他肯定不行 这个问题挺苛刻的 我觉得 因为他年轻 我觉得他有理由 长一个三十多岁 那就说那 那肯定不行 那要是您呢 我也不要 他听到孩子 我觉得其实很正常 每个人有 每个人的生活想法 是吧 我觉得其实无后后非 其实您的条件很好 人也很帅 照片拍的 也挺有感觉的 阿里来说是 而且我们这个 大姐一眼就看上您了 就是方方面面 都是利好的消息 但是您依然紧张 为什么 就是您要求要很完美 就要方方面面都要好 我们如何 从别人的话中 知道对方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如果坐在那的男士 说我没有什么问题 想问您 谢谢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可能这位男士 对您不感兴趣 成功率很低 如果一位男士 坐在这就问您 您家住哪 有房吗 几套房 您现在工作稳定吗 生物稳定 那么好 那么这么提问的时候 他更关心的是 您如果和他走在一起之后 在经济上 可能会给他造成压力 那么也就证明 他的经济条件 可能对于他来说 是一个弱项 而这位先生 什么都没问 问您有孩子吗 孩子多大 您考虑过 没考虑过 再要一个孩子 那么这个问题 提出的时候 首先我们会觉得 这个先生 今天坐在这 是很严肃的 他真的想找一个 结婚的对象 并且希望要一个孩子 他没有把这件事 当成任何一个 很轻率的事情来做 他做好的是一段婚姻 一个孩子 一个整个的 一个过程的准备 所以对于他的这种 认真态度 我们反过头来 我们来想 我知道您的想法是 您刚才给他的回答 非常快 就像您朋友的这个性格 就是说 这个年龄可能不太好 问题是 您是觉得年龄的问题 还是觉得 我现在有一个孩子 我再要一个孩子 会不会分散 我对我孩子的注意力 是心理上的 还是生理上的 这个问题不着急回答 不着急回答 先去看一看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如果真的 对您特别特别的好 你也觉得 他的性格跟您 能走在一起 两年之后 去要一个孩子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您在愿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可以有一个 你们共同的孩子 这些事件来 哎 牵手了 结果又回到这儿了 又重新选择 有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一步一步 去完成 这一步所能完成的东西 你让这个舞台的 这个短短的时间内 承载太多的信息量 和太多的承诺 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最怕在台上 看到什么一种状态 你觉得这样行吗 我觉得这样可以 没问题 你能来我们家吗 我能来你们家 你们家里房能过 后到我归女头上 没问题能过 这种毫无思考的承诺 成功率反而会降低 我们今天在这儿 指示大家 从不认识到认识 从基础的了解 到基础的认识 那么好 我们完成这一步之后 我们下面再说 下面一步 所以 您不用那么着急的 给她一个答案 但是先生 我跟您这么说 这位女士的性格 她在找的东西 您身上有 一旦您让她感觉到 真的心里踏实 要孩子这事没问题 我敢给您保证 没问题 赵老师都说没问题了 就是我的意思 她能答应 她一定能答应 因为她是那种 如果找到了这个人 觉得合适的话 你提什么要求 我都能满足 对 我觉得赵老师说的 真挺对的 我觉得是 如果是让我清晰 而且又是 就是对我很好的人 让我 就是说有安全感的人 我会付出一切的 看她是选择什么样 那她又是选择一个 就是家里那种 那种性格的 那她就应该选这个大姐 如果想事业型的 还有那个 就是像年轻人那种感情的 出那种感情的 她就应该选择我 两个人的感情到了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可以介绍的 没错 是吧 是 好 那既然这样的话 还有什么要跟她说的 交通呢 扎这些机会 要不要姐教你两句 是这样的 如果红霞你真的觉得 林先生非常适合你 加油吧 谢谢 我就觉得先生是一个挺好的人 就说我觉得这是需要进一步了解吧 可能就说也想给那个 就说考虑一下吧 谁考虑谁 说林先生考虑你 不是让他考虑别人 懂吗 就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说我也考虑一下 互相考虑一下 是吧 好 我们也让这个一号女嘉宾到场下 休息一会儿 再考虑考虑 好 谢谢 好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刚才讲这个对爱情上 婚姻上好像是不太自信 咱有几次婚姻啊 一次 一次 迷了多长时间了 07年 07年 也六七年了 这这么长时间就一直单着啊 是啊 那时候才四十出头嘛 对 应该不难找啊 说不上来 没感觉吧 没碰到有感觉的啊 对 您对这个一号先生印象怎么样 挺实在的一人 挺本重的 然后事业也挺好的吧 所以在您的考虑范围之内 看看吧 考虑考虑吧 那次婚姻为什么就结束了 好多原因 当然跟感情没有关系 就你们俩感情还是很好 对 那不离的就更蹊跷了吗 嗯 那不是拆迁惹的货吗 那为什么会因为一个拆迁 把婚给离了 反正拆了也都是你们两口子的 他有好多外离的因素 包括他们家庭 这方面的因素 是他非要离 但是我也我不愿意离 但是最后我堵气离了 你为什么堵气啊 因为什么事啊 你要堵这个气 也是跟他们家人有关系啊 看来什么事都跟他们家有关啊 拆迁也是离婚也是 因为他 他人挺好的也挺善良的 但是就是没有自己的主见 因为他 在他们家是排行 最小 所有的事都由他姐姐啊 他哥他们给他做主了 有一个切入点就是 也是07年初的时候 然后一个女孩请我吃饭 请我吃饭 我也跟他说了 我说那个晚上我不回去吃了 你自己吃就行了 别等我了 然后他说男孩女孩 我说男的 因为我不想告诉他 说怕担心嘛 就有什么问题什么的 就这样 结果晚上我去吃饭 我到了那女孩家以后 那女孩正在做饭 然后我坐在 要去他家里吃的 对 然后我坐在外边 然后我倒了杯水 我蒸了磕水 没多会儿 他们家里人就 就闯进去了 跟踪你 对 我也不知道 给我跟踪了 闯进去了以后 七八个人嘛 他们家人也多 我说 那个 正好那女孩一听 有人进了 然后她也出来了 然后就问说 你们俩什么关系 那女孩说我们是朋友关系 然后我说你想让她说什么 我们吃饭不是很正常的吗 男女朋友也好 异性也好 对吧 就这样 我也不知道 他们是有杯而去的 然后还带着录音笔什么的 如果说没关系也可以 没关系 那你这样吧 你那个房产 那户 你过到他身上 过到我前妻身上 然后写一个保证 我说我又没有翻错 为什么要写保证 是不是 那她说你没有翻筒 干嘛怕写保证 说你写个保证 这房产都贵 过到她身上以后 如果说 你哪天跟她离婚了 你所有的财产 你都留不到 如果说你不敢写 那就是你有问题 你写了吗 写了 写完了以后 过了没有几天 然后我突然间 然后过了没几天 我回家 然后门就打不开了 她把锁化了 你当时就没回家 我回家了 然后就是 回家以后 然后过了几天 正常生活 然后我回家以后 再打 门打不开了 然后我听到无力 他们在无力 然后敲门不开 我特别气愤 当时也是 然后最后 报警了也是 警察来了 也说 他说当时 他在气头上 你就不行 先去朋友家住两天 还是怎么着 为什么这么对你 我也不知道 之前你做错什么了吗 没有 我为什么说 我离婚以后到现在 我不结婚 也没有跟别的女孩在一起 我就是为了证明 我没有 实际上当时去家里吃饭 那个女孩 她是单身是吗 是 后来你们俩是可以走到一起 但是我没有走 没有走 就是要证明给他们看 你们俩没那种关系 但为什么他们家里 这么针对你呢 就是因为 你对他们的妹妹不好吗 就是因为房子的事 就是想把他那个院的房产 归为他那个 他们家里人所有 就是想这样 我跟他在一起呢 他们可能说 想这样的话办不到 但是现在我们离了以后 他们做到了 你说你们俩的感情 没有什么 其实都是他们家的因素 我跟他们家人 关系不太好 但是你们俩人走到一起去的时候 他们家不同意是吗 对 开始就不怎么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啊 嫌你什么呢 个儿矮呀 他们家人的个儿高 但你生意 应该做的也挺好的嘛 是吧 对 我跟他离婚以后 我就开了第一个店 自己的店 然后两年生意挺好的 也挣了不少钱吧 然后又开了第二家店 在城外城开了一家店 09年的时候 又开了自己的公司 有点积蓄了 又买了一套房 然后那几年生意挺好的 可能也是运气嘛 哎呀 一直有点搞不清楚 王爷老师 我这么理解 就是说 他们家人需要把 就是你前妻这个房子 他们这哥几个分了 对对 然后你们有那个院子 你们分那个就行了 对 你这么多房 干嘛还要这房 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而你是一个非常有界限的人 对 这是我们的 就像自己 他的人格中 就是一个界限分明的人 所以你就和他们家 那种理念不一样 他们认为 这是大家的 对 最终呢 这时候我就会发现 你看 你为了一个 自己给自己设定的 一个界限 就是我要证明什么 证明我是什么什么样的人 可能就担了这么长时间 但同时 你又是界限不清的人 你看 当你和一个未婚的女青年 去到外面吃饭 我认为没有问题 但是你去他们家 让他给你做饭 其实是有问题的 就至少就说明 你们的关系非常的近 那个老师说的很对 你去个工程厂 吃饭 因为它是一个业务关系嘛 就是说大家很平常 然后客户去 跟哪个客户在吃饭 那如果说你去一家里吃饭 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那也就是说 当时他去的时候 就思想坚定 我不是说您不好 我是说在这件事上 您做的不够谨慎 这种事情最可怕的 是说不清楚 而您的整个表述过程中 您想给我们一种感觉 就是说 其实我很委屈 我从我个的角度而言 我觉得您是挺委屈的 而且您这种委屈 已经在性格中带出来了 您往那里坐 就像是个犯了错的孩子 自个儿很长时间想不通 也想证明给别人看 我是清白的 为此也等了八年 我觉得毫无意义 毫无价值 重要的是 第一 您今天来找 要找一个什么样的 第二 如何在婚姻中 规避那些没有必要的风险 和没有必要的误会 您想 如果当年 您没有去那位女孩家 去吃这顿饭 对方就是想怎么样 她也没有机会 这些东西 现在今天是说不清楚的 你明白吗 我并不是说 您在撒谎 或者对方家庭在撒谎 都不是这个意思 是今天说 她是无法证明的了已经 而观察室中的女士 听到的信息 对您可能多多少少 有点不利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 我们放下 我们放下去 让所有人看到 说 好 今天我是抱着诚意 刚才您表现得非常好 我抱着诚意 来找一个 和我共度下半生的人 如果对方 愿意和您交往 我觉得这个事件 您可以解释 也可以不解释 您是怎样的一个人 交往时间 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自然就会出现 不必去过多的讲述 不必过多的解释 我觉得 其实我们专家说的再多 也要看看女嘉宾的意见 他们对你的一些看法和想法 我再来问问二号女嘉宾 二号 你好 雪月 有一天你的声音 觉得充满了阳光 特有生气 是吗 刚才一号男嘉宾 你喜欢的林先生 听了他的感情故事之后 您是有何感想 会对他减分吗 减点分吧 刚才说这个 腼腆 不减分 反倒是加分 个头不增不减 但是这个情感经历上 是会觉得 在哪一点上呢 就是刚才说 给那个女孩吃饭去吧 要不这样吧 咱们到台上来 你当面问问他 如果能把这个一律打消了 咱们还是可以继续进行的 是不是 好吧 好吗 好 来 掌声请上 我们的二号女嘉宾 你好 你好 学姐 你好 二号女士卢欣 43岁 内蒙古人 婚姻状况 离异 职业部门主管 关键词 精干持家 一生坎坷不断 做哪方面的工作啊 我 以前说嘛 先说现在 现在是采购主管 采购 采购哪方面呢 刚才 五金件 好多吧 整个我们单位的采购 46差不多 就就是长相 您第一次长得老点了 对 太想了 那嘛 你有什么要跟他沟通的 看能不能把你心中的疑惑 给打消掉 我的感情挺单纯的 就是没有那么多感情经历 因为我第一次初恋 家里不同意 就导致就是没成 然后就赌气就嫁了一个 现在就是前夫吧 不喜欢也 但是那为什么没成啊 因为那个 你喜欢的那你初恋是吧 我喜欢 因为那个是我姐夫的兄弟 我亲姐的小夫子 哦 那他们俩是亲哥俩 你们是亲姐妹 对 这没挺好的亲上加亲 那我们那会儿好像封建吧 不同意 那你当时没想过距离力争一下 为了爱情 也力争了 力争 因为我从几岁就没有父亲嘛 我妈和我哥哥把我带大的 然后他就说 你要是成了嘛 我们就不认你了 哦 但他的刚才那点你会觉得 有些地儿是不是让你不太放心呢 哦 实际是这样 你问问他 就是我觉得因为这个年龄段吧 第一次婚姻就是已经过去了 也不看以前了 就是以后 我觉得就是两个人互相疼爱 互相开心 平平淡淡地走完人生 第一次的错误不要犯在第二次 感情方面我是很认真的 也很执着 这种错误我以后不会犯 他说之前我也没有犯 怎么样 能放心他以后吗 我相信吧 能 嗯 还有什么想了解他一下的 我就想了解您现在那个 是什么业务 嗯 我说您现在就从事业务 我们现在主要经是建台行业 哦 壁纸地毯在一旁边 嗯 专注就是 针对的就是 店里边是针对的是家装 公司这边针对的是工装 酒店啊 别墅啊 会所之类的 嗯 就在一块 你们俩这行多多少少 还有点关系呢 嗯 你住哪边啊 我住一专 你呢 嗯 我在微信中 哦 没多远 哦 又离得很近 嗯 这一号男子 肯定看不上这二号 问题是现在有一号那样的 牵着的 对 还有身高 对女的度 哦 一号男嘉宾 对这个二号女嘉宾的 现场怎么样 嗯 就是没有那么高的热情 是 不高 是 可能还没有你在场上 那种热情 对 我觉得他可能对二号的期望值 有点太高了 因为连线之后 多难得呀 这一号还虎视眈眈的 您他的亲友团在底下 请着让您先生赶快考虑 我想问问 刚才就是说 您说要孩子这块 就是说 一定的要吗 嗯 也不是 看情况吧 孩子的问题 你会考虑吗 这个 我也不想 撒谎 那个 我不考虑 我不想要孩子 嗯 那也是比较遗憾的 嗯 嗯 还会有三号女婿 还会有电视机前 更多的女士 其实我还是说 标准不是恒定不变的 只要碰到对的人 其实很多 规则都是可以改的 咱们也让您先生 先到观察室 去休息一会儿 好不好 谢谢 来 刚才说了 初恋其实当时 是没有成功的 嗯 那后来嫁了一个 什么样的人呢 这个 也是和我 和我姐夫认识 然后我们是 因为我 刚才说了 我这不是没有父亲吗 然后我们家 姊妹是一个 我五个哥哥 五个姐姐 哦 然后那个 你是老小 哦 对 然后他们谁都想做主 谁都想说 把我拉到他们跟前去 就这样 就老吵架回家 我妈妈吧 是个挺贤惠的人 特别老实 我觉得给她带来 挺多烦恼的 然后我说 哎呀那就行了 就这个吧 嗯 当时就这么 结果结婚以后 也全人不适 然后她也比我大 其实也 嗯 发现什么问题了 她这个人嘛 就是 呃 坏的习惯比较多 比较懒惰 嗯 嗯 不思进取的人 你跟一一号 我觉得还可以 挺繁卑的 有气 你跟一号 所以你那么上进的一个人 找到这老公 恰恰又是不思进取 是是 那你们俩的日子 怎么过呀 那那会儿 那你就主外 她主内不就完了吗 是我怕让人去笑话吗 也不说 一直好多年 我们家里人也不知道 朋友什么也不知道 就是在一起做生意 那会儿我是 我自己以前 没过刚才 经营过刚才生意 怪不得你现在管这个呢 现在银行不是打款 什么的 那会儿都是自己 贷款去买东西 一开始是 汤路那会儿 就是说你铺路那会儿 我去 等我铺出路来了 就让他去 我怕回来对不上账 比如说两千块钱一吨进货吧 他说三千 然后那一千 他就去耍钱 赌博下 后来 离婚是因为什么 离婚因为是 刚才的时候出了一次车祸 就导致破产了 因为你得赔偿人家嘛 后来回家心里也挺难过的吧 我妹公公婆婆对我是特别好 然后说公公说看着 我这人就是闲不住的人 说给你开一个超市吧 就给了我点点钱开个超市 我这人吧 也不害人 也不防人 那会儿就不觉得说 会出现什么意外啊什么的 结果把白天进一些货 放在超市里边都弄不好了 也没有那些防盗措施 等到第二天早晨开门 一看里边东西全没有了 就让人给偷光了 然后 我现在知道 为什么说坎坷不断了 后来 这个时候还没离婚呢 是吧 没 那他就做什么呢 跟你一起做生意 一直 反正你带着我 你叫着我 我就跟着你干点 你不叫着我 我就在家那家 他还串门 这家那家串门 挺能干 挺不容易 不服输的 对 挺要强的 那最后离婚 因为一个什么事情 最后离婚 是因为第二次车祸 第二次车祸 是我在通辽 做那个药品生意 先是给人家打工了嘛 后来就自己干 这次比较严重一些 因为对方是一个大客 他怨我们 此外人家一点没有 当时下雪嘛 他那个躲到 没躲过去 滑的人 那个大客那边 他就给我们 砸到里边了 前边六个人 全砸到地下了 好在我在后边 如果 我每天都在前边 就那天在后边 然后我 又赔偿 对 那会儿赔偿的 他就是 都折腾完以后 还欠人家 把烂桌吧 就他这会儿 我是在通辽 他在吃饭 他就是也不问 也不管 该那么多钱 该那么多钱 我就跟他说 我说他也不管 我说那你干脆 就把婚离了吧 就这样 我认为是什么呀 让他也有他的 可能我不适合他吧 我并不能说他不好 可能我不适合他 我就说让他找他 适合他的吧 别耽误他了 因为以前我们最终的约定 就是刚结婚 也就感情不好 因为我不太喜欢他嘛 我就说 我说那还要到 十八周岁的时候 就离婚吧 结果后来等到 出这次社会的时候 然后他就说 欠人多少钱 我说欠了差不多 不到十万吧 这样 他说 我一点不还 然后你也别动我这房子 我说那就都给你吧 就这么丢了 我说那都给你 和平分手了 对 和平分手了 太背了 怎么样 家伙妹 命我 但是有时候说妹 后来我觉得我们那 实际上我觉得这一辈子 真的经历特别多 但是情感上是很单薄的 对 我事业挺老恋的可以说 我感情挺单纯 挺傻的 结婚的前夫是没有爱情的 之前有个爱情刚发个牙就让人给掐死了 我一直就是处在那种 就是自由恋爱的那种状态 所以我就一直 我在想 我一定后半程要找一个会想喜欢的 一号是你喜欢的那种类型 是吧 我感觉他也 就是刚才那时候跟那个女孩吃饭的 可能说他也这个人没张成 就没主张 没主意 就是说当时他去吃饭 没想到会发生以后的这些个 错误或者结果 我看他也不是那么太花哨 太随便的 所以还是挺喜欢的 但我告诉你 二号男士也不错 来 咱们认识一下二号男嘉宾好不好 来 咱们把二号男嘉宾一起上来 哦 您这走路 横腔有力的 小雅老师 您好 您好 欢迎您 你比那电视上看漂亮多 真的 还显得瘦点是吧 对对 真漂亮 我没那么胖 老师 您好 您好 庄元老师好 我天天看您的节目 就是跟那个王党 王方 各位嘉宾好 二号男士 徐建华 53岁北京人 婚姻状况 离异 职业 治安寻房员 关键词厚道重情 妇女情深 对我们二号的印象特别好 是因为她的 挺好的 她是人的感觉 还是她的经历 就是人长得也可以挺漂亮的 身条也挺好的 她的经历刚好也挺了 挺不容易的 能感 有的男士 您就喜欢女的强一点的 对 就说凡事都能自立的 她不喜欢那种过分依赖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萝卜白菜 各有所爱 你说呢 就说你再外头厉害点 没事 在家里的温柔点 我喜欢这样的形状 哪个形状呢 就是说 她在家 温柔点 在外头厉害点 你看 这跟一号女嘉宾的 那个要求挺像的 男的在外边厉害点 在家里温柔点 我觉得这样的话 你应该跟一号女嘉宾 挺有的聊的 这不是 二号都谈上了吗 谈到我觉得挺合适的 不是 一号跟那个一号 哪儿我看 谈得挺合适的 你就给人定了 不是 不是说我给人定了 我觉得我希望大 一号有一点 你的意思 我要希望大了 我立马我就跟她争 来 我专门给你屁一个小窗口 你跟一号聊聊 可以 一号 你好 林女士你好 你好 这还隐藏着一个呢 他可看得到你 他看得到 你觉得我们二号男嘉宾 长得帅吗 长得挺富态的 挺帅的 挺富态的 这个也挺浓缩的 长得 挺健谈的 对 不是 我说他长得挺浓缩的 浓缩这么精华 我听错了 就是您 说实话 你跟一号男嘉宾 你们俩谁高啊 我比他高 你还比他高 真的 不见到比比 我比他高 你一米多少 我一米六五 他刚才说的 你一米六八 人一米六八呢 有啊 他刚站那里 都有名单 看了差不多 人可一米六八 你这一 你觉得你比他高了吗 差不多 我们俩 我比他高一点有限 还是比他高 能接受他 你喜欢一号男嘉宾吗 能接受他 是吧 你能接受他 嗯 就是他给你竞争有压力吗 没压力 很多方面 我得有用 这俩嘉宾都挺好 你要跟一号单独聊聊吗 啊 你的情况啊 什么要不跟人介绍 也可以 嗯 你问问他 一号 我大概其实都知道了 哦 刚才在 那你就直接说吧 我觉得很喜欢你 一号我很喜欢你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对我怎么样 我以为让你就直接那么说 我跟一号我喜欢你 你看我怎么样 你看 哎呦 我人说话就是直 就把心理话就全出来了 不会拐弯 拐弯不想 你说吧 二号女士 人家不在这儿吧 你那么说也就算了 不是 你刚才说这二号女士好呢 你特喜欢呢 你说我喜欢啊 那个二号 我完了 让我问一号 我要说我不行 那那 也不合适 行 俩人都得罪 这俩人我谁也不得罪 前面就 是吧 老想着不得罪人 你老想当老好人呢 其实哪个我都 都是说说话可以考虑 当然你得罪人 看你这件事就有样子 想跟你这件事 到时候也 想跟你牵手 到时候也不跟你牵手 那你看 二号本来想跟你牵手 你说喜欢一号 这 这个 我也说喜欢二号 我也没说不行 那你现在再跟二号 沟通一下吧 你好 你好 我看 我看你介绍 你挺好的 我就怕 说实话 我怕你看不上我儿子 真的 不是你哪点不自信 怕人家看不上您呢 我看你挺帅的呀 我岁数大比 那我53呢 那10岁呢 对 我43 岁数在那儿 这个岁数是你考虑的范围吗 年龄是 还可以能接受 那您对二号先生的印象 你光这含笑不语 挺好的 不是 你强然 不是 人家对你 不是你对人家 挺直播一个大哥 对 就是老北平的人 那个特色 特接探 但是他绝对是善良的人 好人 对 绝对是个好人 你看这二号男嘉宾刚上来 你替我问问 这个 他的一些基本情况好不好 您是从事什么职业 哇 自然寻防 寻防员 这是个什么火呀 这个就是 服务百姓 保育方平安 就我们的地区 别有什么偷了抢的 或者我们就跟这个 就是白天黑夜 有时候 不是 您 您 这个能打得过人家吗 真有点危险的吗 一般的 看 就说特别 特别大 跟那个谁 跟王岛似的 跟王岛似的 跟那个泰森似的 你说 前级运动员 这个 进不了 那你的意思是 庄老师这样的 你就行 庄老师 他可比你高 有时候一般的人 我们就给他摁打转了 要偷着抢了 什么的 你要说特别为什么呢 人事安全 第一 我们这主要就是人事安全 那您还跑得动吗 现在 我干了 以前就是 我刚一期 人是四十多岁 那会儿 那跑了 抓人 就是抓人 没问题 真的去 追着跑来扎呀 不 我们骑自行车 人行得好 你后面骑自行车 你当然 你行了 我们骑自行车 就在街道 大街小巷 完了那个 什么市场 他如果 偷 我们在一边 他也想偷 他特别那个 就是说那个 反正他的能力 特别强 你要说稍微一点 稍微那个 跟近一点 或者跟紧一点 他就 他就发学了 就要给打车就走了 离他远点 离他远点呢 就是说用余光 去看他 还得装着 自己干自己的事呢 是吧 对 他还不能老这么看 好比 咱就自由市场吧 假装买东西 他拿着报纸看 余光定着他看 偷了以后 好比要在市场 偷了好 要在大街上 咱这样吧 咱这样吧 咱演演吧 新波 咱演一下好不好 可以 来 庄老师 我们让那个 王颖跟那个 沙子老师 来配合一下 我们咱配合一下 庄老师好比 就是您要抓的那个 他就是在 旁边大街上吧 我们都在那买菜 他偷完了 好 我们就要一班三四个人 一小组 来来来 叔叔 你说让我演 演偷完了 还是没偷之前 这很重要 没偷 偷完了 整个过程 来 来 黄瓜多少钱一斤 这黄瓜 你看人家现在外一块 我这才一块 哎呀 我在这边不太好 哎呀 没事没事的 哎 这这多少钱 这这这 这黄瓜多少钱啊 黄瓜 这这这多少钱 一块 太贵了 太贵了 我跟你说 他正在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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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哦 我没人了 一下子 这可不是踢球球那种假算 我觉得 这给机会了 太实在 我觉得这个男嘉宾太实在了 甭管今天相亲咱成不成功 嗯 我肯定您再来一次 那会我安排王党 可王党不行 您这是为什么 嗯 就像王党这样了 我们就放弃了 三五个人打不过呢 哈哈哈哈 他就跟那泰森全机运动员似的 这不行咱不能说因为他胖 咱就放弃了 完了 这我们我们的原则是 那什么 那个人身安全第一 真的 能打就打不过 对对打不过就不管了 哇 他这么招 你你你去跟他打 这打不过呢 完了以后怎么着呀 你自己还受伤 他还跑了 行行 知道您七百怕硬 我看着了 就这说像那个 这个美女这种小偷 你怎么抓呀 像一小样 这么美 这么漂亮 漂亮啊 啊 怎么抓呀 那您把我摔一根头那人吗 不不不 这一蹬 一蹬不得了就行 他跑不了就行 啊 我长得比你还高 你蹬得点我的背影 没啊你 自己一样 这真是你多吗 不用拾了 真的不用拾了 刚才你这个 林迪给张老师的发现了 哎 张老师有什么感受啊 真的没反过来 没反过来 我看你还没把钱放过呢 麻烦了 就是说关键是看你要找什么类型的 如果你想找一个事业型的 那选择一号 你要找那个生活型的 我觉得选择二号也不为过 我觉得也挺踏实的 对 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就挺踏实的 这样 就是生活也少不了乐趣 这事我现在考虑不清 这事是好事还是坏的 对 我也这么想 这要搁平时呢 咱做个采访 这个治安寻风员 你们怎么工作的 一般的 您刚才这展示特棒 但是在这相亲的舞台上 反正我估计 这大姐心里开始发毛了 这我展示这 这手手脚忒利落的 哎 我展示这也是为什么呀 将来我找一女朋友 出门在外 她不受欺负 嗯 保护 一般时候我全都给她办了 对了 关键是 你会不会欺负自己女朋友 从来都没欺负我 我长这么大就没跟女人 是不是 动过我手 那从来没有活 真的 你把右手指头戳她来着 是吧 那也不是 男人打女人那不是男 不是爷子 推过人家吗 没有 真的没有 我对女人就感到 哦 这行 这行 放心了吧 你刚才看那幕 是不是心里也有点紧张啊 好像挺突然的 这就是突然的 你知道让她有防备了 你没事弄不到 还碰到过特别危险的时候吗 碰到过 跟我们讲讲 有一家庭纠纷 他打开媒体要自杀 然后我们就跟女人上去 上去以后 去那楼道 全媒体味特别壮 说实话 那要抽人烟就有可能着火 去以后我们赶紧就把那个窗户 先给窗户打开 拆窗户 给那个围棄关上 关上一个楼道 全给打开 然后那个后来的小房子 跟那什么也来了 来以后 就那大姐啊 说实话 都觉得有点瘾子乎了 然后她妹妹啊 那刘满面 非常感谢我们 救了她姐的命 我们说 我们就觉得我 我们是 我说这是我们的职责 你不要感谢我们 对不对 外人们福 这我们的职责 他就说你跟他聊一个 他跟你聊十个吧 是吧 把心里所有的都跟你说出来 对 势图也很好 对 非常有含要 对啊 我看您这妇女情深啊 这闺女 看您干这个工作 她不担心呢 不担心 妇女情深 就我们家孩子啊 我跟她结婚 两岁半之前 是我媳妇看了 两岁半以后 就从幼儿园 到初一的第一学期吧 基本上 全是我接我送 哎呦 晚上我们家 那个晚上 你看我媳妇 她不是不管 她没时间 她每天上班挺忙的 她也是一女强人 她从晚半个早 到那个 晚半个早回来 所以都是您一个人带孩子 所以跟闺女的感情 就特别好 对 晚上我给她弄点吃的 接回来 早上送 晚上接 接回来给她弄点吃的 嗯 真不错 哎 我问问我们 一号女嘉宾 一号 小月你好 你好 这个是不是觉得 我们这个二号男嘉宾 现形象立马高大的很多 对呀 也挺不容易的 也挺伟大的 对她印象 更好了吧 对对对 是 那我们二号男嘉宾 您可以考虑吗 考虑考虑吧 这个不用生孩子了吧 不要 有一个人告了 我现在没得调点 说什么 一说生孩子 您怎么吓得 只往后躲呀 所以您倒是希望 这个 对方不想再咬孩子了 是吧 对对对对 这点我觉得 跟二号女嘉宾的想法 也是差不多的 二号怎么这么沉默了 有没有什么才艺 给我们来展示一下 唱首歌吧 唱首歌 好 来 来首歌 için 嘉宾 的 犊人 还有 嘉宾 nim 一针一环难取舍 他不是一直在夸他吗 一直在夸二号吗 你觉得他俩哪比较贫配 我家性格可以吧 一个沉默一个能喊 谁来告诉我 是对还是错 我闻寻难来 被忘的客 如果我给你唱这首歌 就觉得你真的就是刘慧芳的化身 从你的经历啊 人的感觉都蛮像的 好 这样我们到观察室里 再考虑考虑 继续接手你的一号男嘉宾 还是二号 还有马上上来的三号 好好想一想 好不好 好 待会再见 女儿现在是跟着你吗 还是 跟着妈 你跟他感觉那么好 为什么不让他跟你 为什么 我有几点 第一 我们俩是自愿离婚 我非要跟他离的 我说你要 你要非要跟人家离 对 今天8月27 就是我们俩在协议离婚 嗯 协议离婚呢 那个 谢谢 谢谢 UND� 五 二 二 五 五 六 五 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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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咱得倒过来 先生 这事咱得倒过来重说 是因为买了这个房子 所以你们两个分开了 所以他就走了 还是他买这房子 就是为了跟您分开 然后他走了 这是俩事 都有就是说 不是都有 不是都有 几次让我买房我没买 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 他买这个房的目的 是不是就是要跟您分开 对 那这事就不是发生在买房这事上 而是发生在买房之前 对 买房之前是 就有问题 对 他就想着 感觉就破裂了 感觉就破裂了 对 我觉得人的经济 经济条件 就是说或者地位 发生飞跃性的变化 往往就是说要有突变 我觉得是这样的 他后来他也太强势了 他说的话就是继续是真理 你不能跟他 不能跟他讲 一讲他就踢东西砸东西 骂你 踢你吗 踢我还不踢 他怕你也动手是吧 我不从来不跟他动手 让人家 就和你一直 所以其实真正的离婚的原因是 可能是不是他发展的比较好 因为有钱 对他强势了 对 看我挣钱少 以前我有钱的时候 他什么话也不说 我没钱了 这么着吧 所以瞧不上你了 对对对 是吧 这是一个主要因 这样的 所以搞到现在 你也特别没信心是吧 对 我现在就想找一个 过了年退休了 他是过日子退休 溜溜公园 是吧 对 这就是我说 俩人就是说一块溜溜 锻炼锻炼 回家聊个片 看电视 过日子人 对 就是那样 咱见见三个人 还可以 你三号最合适呢 那也行 行吗 行 一说三号最合适 那就乐了 高兴的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来 咱们一起把三号请上来 好不好 来 哇 仙女啊 好漂亮 谢谢 我还没说呢 你说好漂亮 你好 你好 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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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老师好 你们家庭好 你好 对不起您 我长得太过分了 不不不 身条也好 大家好 个头比较高 挺有一米 这一米七五 一米七五 哇 真高 三号女士 从莲翠 46岁 河北秦皇岛人 婚姻状况 离异 职业 公司办公室主任 关键词 事业心强 精干大方 现在是公司办公室的主任 你看 今天咱们来的都是这种事业心很强的 都是在单位能撑起一片天的 其实我觉得好像外表能撑起一片天的不一定都是强人吧 像我们这种外表比较高大的也有那种大鸟一人型的吧 大鸟一人 内心咱还是很小女人的 是吧 应该有柔弱的一面吧 嗯 非常漂亮 然后身材又好 挺有气质的 你能看出她柔弱的那面吗 看出了 挺温柔的 谢谢 是吧 对 外表 因为我们老跟人打架 一看 就温柔 能干 能干 对 您知道办公室主任 就是管哪方面的工作吧 大鸟 好 那真的在公司里 那在上上下下 好像也没具体的工作要做 但总是忙忙叨叨 是吧 像我们就是为别人做嫁衣裳的时候比较多吧 我现在就明白了 为什么您一直在替一号 在替这个两队二号女嘉宾 在说话呢 是吧 实话实说嘛 给他们分析 我觉得他们还挺合适的 那二号急的不行了 因为我觉得他们都很幸运嘛 就是所有的就是男士 嗯 他们就是选择的几率比较大 因为他们的身高长得特别的占优势 因为我觉得我的身高挺悲哀的 好多精华的男士都错过了 你会介意找一个比你稍微矮一点的吗 我觉得反差不要太大吧 不然的话对男士的心理好像会造成影响吧 但从您自己的角度上还可以是吧 我觉得张老师那个头就可以了 张老师太优秀了 我一米六九 张老师是我的偶像 偶像只是挂在墙上的 生活中好像生活不太适用吧 你可以说不是挂在门上的 但是逼邪用的 对王老师挂在门上的 对 反正女人也有自己的追求 就是把平淡的生活过得生动起来 对王老师的健康 是不过有一个很好的 对王老师超捕 对王老师可 对王老师赫 对王老师 强到了 我最后面的人 对王老师 对王老师 我们这次对王老师 不久 他们都没进来 对王老师 里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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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我就是想逃避 这么多年我始终就有一种逃避的心 其实感情是越来越淡了 是吧 我觉得她为什么失败 可能就是因为 她自己那种本性的性格 释放不出来 在以前那个家庭中太压抑了 其实像您刚刚描述您的这个前面这段婚姻的这个家庭 如果说一个顺从型的女士的话 她也许会把日子还过得不错 是的 是吧 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这种对控制权的争夺 导致最后您说我弃权 那弃权就意味着放弃这段感情 真的再次进入婚姻的时候 一定是跟以前的处理方法完全不一样的 不过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好 谢谢 你看前边呢 一个一米六五 一个一米六八 但是接下来咱真的得见一个 应该还不错的 个头一米八的 咱先来看她的照片 你看看怎么样的人 好 谢谢 没看错不是她现在 应该年轻那会儿 是吧 这是不是还扎着长发呢 对 会有艺术家的范儿 诶 这个高鼻梁 这挺帅的啊 是 多才多艺啊 哇 这把头发剪短了 看 都有现在这个男性的范儿啊 行男 对 这应该是她的孩子 这是她的宠物吧 怎么样 这位男性 一定挺优秀的吧 可以考虑一下 最起码在这个身高的问题上 我想你们俩人都不会有这种心理的障碍了 对 是 咱们把三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的现场 好 好好的聊一下好不好 来 哇 帅哥来了 你好 你好 三号男士高智洪 49岁 北京人 婚姻状况离异 职业自由职业者 关键词穿着讲究乐观随性 为人实在 精力丰富 我节前得中风了 正好是身带中风啊 没事 对 那以后能好吗 能 这没事 没问题 我当时就说不了话 再两天一输液就能说了 那等于持续治疗 对 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是吧 就输液就可以了 我觉得现在这个年龄 对于这个 就是这些小病来说 可能就 如果要是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那就说自己的选择面太窄了 因为本身人到这个年龄了 吃五穀杂粮 说没有生病的 我觉得这简直是不太可能 是吧 只能说在哪个范围内你能接受 如果这个前提得是说 我俩人真的是情投意合 要是我的话 我了解他这个病的原因 然后了解他这个 事后恢复过程 我就不会太在意 就是他这方面 说话这个门问题 我看您这挺棒的 你看这张照片多帅呀 特别 就是如果您现在 就那个时候 这种形象去拍戏的话 我觉得肯定大火呀 我去过仁义 那个导演说 小伙子多高啊 我说一米八 他说 你那一米八是斜根垫的吧 在八十年代初 男的也行穿高跟 对 脾鞋 他一说 你那根垫呢 我当时特别生气 我把相片摘下来 啪啪 一次 扔他脸上 你那脾气也够大的 扭头走了 这要是当时 想把火气稍微压一下 也许 就不一样了 那时候啊 自傲 长得也惊人 嗯 嗯 嗯 您觉得呢 这照片里根据本人 挺酷的 我觉得 但这个外赛的东西 可能只是说 不应该是放在很重点的东西 现在这个年龄 我觉得未必不是特别重要 那您这个自由职业是不是 也是一步一步的 不停的在换这个职业 哎对 就没上过班 那靠什么生活呀 那自己开饭馆 卖车在交易市场 嗯 开过 舞吧 跳舞的 呦 那很时髦啊 是中国第一个 在哪啊 在东丹体育馆 哦 因为我哥是一个舞者 哎 开那么一个 哦 那玩生意好吗 都不认 哎什么呀 哎 他不像酒吧 那舞吧不行 就是不喝 没有提供喝的 有 有 也有 是跳交易舞 还是像是 对 就是跳大舞 哦 嗯 什么叫大舞啊 就交易舞啊 哦 哦 这样呢 后来还做过什么 跟一朋友养狗 哦 对 我看有一张照片 对 是您带了一条狗 那是您养的是吗 啊 对 我们狗厂啊 这个是不是还要培训 这是拉不拉不过吗 对 这是金毛 哦 金毛 这是我训的 哦 训的是不是还要参加一些比赛呀 对呀 得奖的吗 他是05年的冠军 全国冠军啊 对 拿我 哎呦 厉害 说明您这训的好啊 对 以前 我就经常打比赛 哦 大连 山东 天津 都训 厉害 您这个已经不是宠物了 嗯 对 这是一个事业了 嗯 那现在在做什么呢 现在就是 还是跟朋友在沟长 他就属于那种什么 就说 怎样呢 就不完全一样 什么事都让你 特别放松 在他身边特别放松的感觉 嗯 其实我是觉得这是一个 玩一辈子的人 啊 对 这应该是八二届的 是吧 是吧 八二届 对 八二届的北京的小孩 嗯 然后呢 就从小 我估计高中毕业就玩 嗯 一直玩到现在 玩了将近 三十年 是吧 可能到了今天 可能还在继续用玩的一种方式 来生存 嗯 这种生存的手段 他今天我觉得其实蛮有勇气的 这个骨子里带来的东西 你只能说是喜欢这位先生 能玩到一起去 我觉得就能过得不错 嗯 嗯 我看到这先生的时候我特别有一种感觉 一个时代过去了 他我看到他的时候我特别眼熟 在我小的时候 他的那种曾经的那种生活长得很帅 然后到任意去报名 然后让人觉得活得特别潇洒 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对 其实今天啊您嗓子不好 来这好像是一个特别给自己丢分的事 哎 我觉得不对 恰到好处 如果您不是有这个病 您说话 会非常的快 而且斩钉截铁 让人感觉到这人有点浮躁 太自有点自以为是了 因为很自信 年轻的时候 我就是这么玩过来的 我没把什么东西放在盐里 我太熟悉 您嗓子好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了 让人难以近身 就是我太优越了 虽然我 我我我 你看 我就是这种状态 我玩了一辈子 哎 你看得上我 我就看得上你 你看不上我 你玩去 我没把你当回事 有这种东西在 您跟我 比我哥他们稍微大一点 就是那代人 我见得太清楚了 在西四那一段 是不是就是那个 河马 海马歌舞厅的那个时代 比他们要 再年轻一点 再年轻一些 就在西四那一段 包括那边有几个 有几个生意那帮人做的 都非常的大 天天早上起 天天的一天都在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平房的房子上烤羊肉串 你现在去还能看得在西四那一段 玩了一辈子 有的就玩起来 玩的生意非常的大 有的可能玩得不好 靠朋友也都活得很好 就这样一种 现在跟什么跳舞 跳舞什么的就够玩的 这你觉得 看不上的 就是因为这说法 他好了 没准人家 所以现在就是第一 第一印象 那很关键 我们三号女嘉宾 对他的印象 漂亮吗 你长得帅 对 他漂亮 谢谢 而且个头 你们俩人挺大的 哎站起来 比一比 刚才不好意思 跟一号二 是吧 哎 两个人差不多呀 哥哥哥 那你就在外边一走 是吧 挺棒的 哦 真要 您说真要 娶这么一媳妇 那 心里得多美 对 但我说没用啊 您的印象怎么样 是不是真的喜欢啊 嗯 两人 两人沟通一下 了解一下情况 您是哪个人呀 我不是北京人 是河北青荒岛的 哦 那是好地方 小城市 嗯 风气也好 对 比较适合 比较宜居吧 应该是 那会不会要求说 要找一个什么 身高必须多少的啊 长得再漂亮啊 然后这个 还在北京人 我都这样啊 我还 没要求了是吧 嗯 人能不嫌我 就 那也是这样 所有人都看得清楚了 您这一辈子 其实在体质内走的 对 这位先生一辈子 没进过体质内 完全是两种人生 呃 您可能更容易接受的是 体质内的人 因为大家的规矩都懂 呃 默认的很多东西是默认的 当然问题在于 您未必跟他去相亲 未必跟他去 变成两口子 但是我觉得您可以跟他 适当接触一些 好 您才能知道哦 除了体质内这种 规范的生活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那么他们 他们也是活得挺好的 很随意的这种人 您的生活中缺少随意 是的 可能是束缚太久了吧 嗯 并不是这位先生不适合您 然后咱们就没有其他的选择 好 我觉得其实对您来说 想找到一位合适的人 应该并不难 好 谢谢 而且那个人也不会太差 好 谢谢鼓励 好 我们待会再见 好 要想象一下你们俩人生活在一起啊 真的会觉得挺有趣的 我故意连你们俩的作戏都不太一样 你早上几点起床啊 哎 我起了挺早 嗯 7点 起来需要 6万 哦 2号男嘉宾和3号男嘉宾 共性就是说 活的都挺 5GA很洒脱 然后都很开朗活泼 很外向 然后挺坦诚的 但是 可能2号男嘉宾更重重生活一些 3号男嘉宾更浪漫一些 但是我在想 您这么帅 这这您的前妻 也舍得跟您离婚 就因为 这个 我一讲一个实事 就成跟笑话一样 这是真事啊 我们去西城民政局办离婚手续 这个办事员拿着结婚证看 看半天 又找同事 说 他说 这是你吗 我说 甭看啊 我说这样 我现在如果还长这样 他不跟我离婚 完了 人家一看一乐 以前 我也是 不过真的 你看 包括这两个照片 这是多大岁数啊 这是10年前 39岁的时候 就40的时候 刚才那张呢 就是在山边 那张照片给我调出来 这是在青岛八大关 这是20年前 20年前了啊 你要拿这张照片去相亲 无往不利 哎呀 不过说实话 现在我觉得您也挺帅的 那完了 许大结束了 但离婚总不能是因为您的样子变了 他就不跟您过了 还有我啊 天天在狗场也回不去 因为狗场那时候 就快到通线了 嗯 在皮村 那你说狗场没人不行啊 我跟我朋友 我朋友是天天回家 完了我就盯着 这时间长了 这感情越来越大了 对 我觉得我特羡慕他 他活得真是无拘无束的 我好像20多年 就均到笼子里一样 你看 这个3号 这个不用您说 我都觉得你们俩人不太合适 嗯 真的过在一起 这日子肯定过不好 肯定没法过 对 就这个节奏是完全不错 对 他会看您哪都不是的 嗯 是吧 3号 今天的三位嘉宾都不适合我 为什么呀 人家都有事业 所以你有点小自卑是吧 对 肯定 这3号 我觉得他们俩不行 2号呢 说了他喜欢1号 咱也不跟人抢了 这个现在就剩1号了 我来问 更不行 为什么呀 就我感觉肯定 人更看不上你 对 哦 是这个意思 对 人万一要看你怎么办呀 不 1号 好 我看你也乐得不行了 是吧 挺逗的 你干嘛笑的 对 但先不说这硬性的条件 嗯 就是说目前我们3号高先生这种状态 这个样子 他的生活情况 您能接受这样一个人吗 嗯 应该没有问题吧 嗯 你听听 你看 谢谢 生活总是有惊喜的 是吧 嗯 那关键是呃 您真的对1号的印象怎么样啊 我又没考虑 我就觉得不 不可能 就配不上人 对 那其实你看 这个刚才1号的想法啊 最起码有50%的可能性 接下来咱就把所有的男女嘉宾 请上节目的现场 看看今天到底能不能成 能成几对 看您了啊 好 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到节目的现场了 今天真的是特别期待 到底谁能选择谁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1号男嘉宾 再考虑考虑 这2号 您应该比那岁数大吧 对 您圈圆他 去 赶紧去 试一试 来了干嘛来了 是不是 好像这个 这个就是说没有那什么的 这小老弟不行啊 胆不够大 去试一试 不要放我 真的 有一些希望就不要放我 你真够腼腆的 我赶紧去大了一点 爷们儿 我那个 还是喜欢1号这种类似 但是我今天 喜欢1号啊 好 我知道你的想法 主要是 你还是想要一个孩子是吧 他如果在这点上可能不同意这种想法 你会 你们两人之间会有一点 这个沟通的时间是吧 好 我觉得这朵花您可以不送 这个我们可以私底下 再来商量再来讨论是吧 但我知道了你喜欢谁 嗯 你确定不送 确定 嗯 好吧 那拿着你的玫瑰 回到你那 好 小老弟没成功 咱当大哥的 但有个表帅 戴个头 戴个头吧 你说了 3号 这三位女士非常优秀 可没有事 所以我放弃 真的 就看你的了 3号 我可告诉你了 你有50%的希望 那你告诉我们你喜欢哪个类吧 像1号的那个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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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号今天非常热门 你要不要反过来挑一下他们 哎呀 这个 我也 就说那个 三位男士都挺优秀 但是我考虑可能就是说 每个人都有一些 就是说我在意的东西在他们身上 然后比如说我想的那个就是 3号男嘉宾嘛 就是说我刚才在观察室里我也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对我来说没有自信 我就不知道那个自信体系 就说你觉得从哪方面考虑 刚才你说的这个 我觉得有点 就是职业 理解不了 就是职业 我是一个自由职业 他觉得他那不够 配不上你 明白了 现在说话越来越利落了 是吧 是吧 见到自己喜欢的人 我发现你这病情急速的环节 没人就好 所以你还不要试一试啊 这也许两人一牵手那病直接就好了 不用名了 先交一朋友慢慢聊一下 好吧 了解一下吧 谢谢 你看 来 我是觉得3号先生就说这个嗓子问题可能不是太大的问题 可能有些人对这个不是特别了解啊 他就是说一个一个一个雪栓然后堵在哪儿 然后压迫在这儿对这儿有影响 其实我就觉得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这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我主要在意的可能就是说 所以我还说一句就是说 其实身体的小毛病不算什么问题 因为大家就说都这个年龄了哈 就说吃无故咱俩也没有什么 就说生病生些小病也是很正常的 关键是看自己怎么调理啊 是吧就是这样 关键就是说以后看看了解了解啊 就是这样 你看 我并没有太当回事 慢慢的我们会发现一号女嘉宾 真的很值得我们这些男士来喜欢 谢谢